欢迎大家,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 那因为呢,是我们这边是网上线上Zoom的研讨会 可能有可能会出现网络卡顿或者是中断的问题 如果大家发生这样的情况,请您不用着急 可以退出,再通过我们的会议链接重新加入 然后网络的链接就会更加稳定了 那我们现在活动正式开始 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参加此次中国企业出海大讲堂第一期活动 本期活动由Oracle NetSuit Interseq合合信息 以及MBG安逸性核事务所联合举办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姚可欣Claire 来自MBG事务所中国事业部 中国企业出海核出询的灯塔 当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深入参与的国际经济大循环 然而企业国际化一直是企业成长过程中 需要贡献的大课题 除了要分析如何应对当前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之外 企业还需要适应不同国家客户消费习惯 竞争环境 合规要求 税务制度等等 所以此次出海大讲堂活动将为中资企业客户破解出海的水土不服难题 那么本次活动分为三个议题 第一个议题来自MBG安逸性核事务所 中国事业部总经理孙孟秋老师带来的中东市场财税政策解析 第二个部分来自OracleNetsuit资深顾问王苗老师带来的原ERP企业出海核心引擎 助力业财议题化及财税合规解析 以及第三个部分来自Interseq合合信息战略合作部 海外业务总经理张评自画转型 值得一提的是OracleNetsuit及合合信息的分享部分后面 我们都设有问答环节 在演讲的过程中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问答区域对我们进行提问 我们的演讲嘉宾会为大家答一解惑 那好 第一个议题来自MBG带来的中国企业出海新热点 中东市场财税政策解析 首先我们邀请到MBG中东区域CEO Mr.Narish Manchanda先生发表开幕致辞 Mr.Narish Manchanda先生在公司并购 审计和风险咨询方面拥有20多年的丰富经验 同时他还是注册会计师 成本管理会计师 在从事咨询工作之前 他曾负责美国财务风险 500强企业的风险 税收 战略 商业 合规和运营财务等工作 欢迎 Mr.Narish G Thank you Claire Very good morning Nihao On behalf of MBG, Oracle as well as INSTIC would like to thank each one of you for taking our time for this newly curated session Inbound Investment in Middle East Let's see the background of past few decades Japan from 60s to 80s achieved the highest economic growth era China unprecedented growth over the last 30 years Government as well as private sector has been able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managing globalization and growing its own internal market consistently The Middle East has still been taking lead in opening up as it continues to become a gateway for Middle East as well as Africa region as it moves towards sustainability and the ability to go gear for non-oil era for next generations In addition to that global supply chain continue to get more complex by the day How do we simplify? We are all concerned yet connected and we together can solve it New opportunities come silently and session like today one is to share the latest and how each one of us can leverage it to grow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what we already kn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time as we together at MBG or Accra and Instinct help transformation with speed and compliance and create a bridge for the business leaders who would like to expand and create win for their own career as an individual and companies at large We look forward to seek your candid feedback and areas where we can further enhance it as well as any other area that we should bring it on the future and together we explore the uncharted territory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speech Narish G Thank you Narish先生的致辞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 MBG安逸性核事务所 中国事业部总经理 孙孟秋老师为大家做分享 有请孙老师 谢谢可欣 谢谢Narish 首先感谢OracleNet Suite的 和和和和信息联合举办 也非常感谢各位抽出宝贵的时间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研讨会 那我今天的演讲总共分为五小块 首先呢为各位简短介绍一下 我们事务所的情况 下一页谢谢可欣 再下一页 安逸性核管理咨询公司 是MBG国际事务所的中国分公司 然后我们MBG国际事务所 成立于2002年 总部设立于新加坡 目前业务分布在欧洲 中东和亚洲 在八个国家设有18个办公室 目前我们在全球拥有600多名员工 服务于6000多家企业客户 其中有超过100家 为世界500强企业 我们所在中东区域的总部位于阿联酋 在迪拜 阿布扎比 沙加都有办公室 其次我们在阿曼马斯塔特和卡塔尔的多哈 也有直属的会计师事务所 为了更好的服务中资企业 我们在2019年年底 于中国北京设立了安逸信和管理资讯有限公司 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全面的服务下业 作为一家成熟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我们拥有八大业务板块 并成立了相应的专业服务团队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页业务范围介绍是我们NBG在中东 特别是这个阿联酋 阿曼卡塔尔以及沙特可以为各位提供的服务 主要包括审计 风险咨询 间接税 直接税 下一页 收购并购 法务咨询 市场战略咨询和IT咨询等 另外我们也有专业的团队协助企业在阿联酋 制作市场可行性分析报告 注册营业执照 开立银行账户 申请工作签证等等 从A到Z的业务 那由于时间有限 如果各位对我们事务所还有任何疑问 欢迎会后与我们联系 那下一页 我们先来介绍了解一下中东宏观经济 以及当地的营商环境 中东是三州五海之地 地理位置非常的特别 它连接了亚洲 欧洲和非洲 周边围绕着黑海 地中海 红海 阿拉伯海 还有离海 那目前中东有近20个国家 拥有世界将近一半的石油储量 20世纪70年代 到21世纪初 高油价造就了中东的繁荣 但是自2008年 世界经济危机 2014年油价下跌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 中东国家的石油出口收入减少 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 仍不乏有表现尚可 还有突出的国家 那经过多年的经济改革 中东海河会国家 大力翻展金融业 贸易 物流 航空 旅游 以及房地产行业 寻求探索 不依赖石油经济的新发展模式 由于中东的国家较多 所以我们此次研讨会呢 主要为大家介绍一下 中东海河会国家的情况 以及对于其外商投资的法规 还有税收法规 那海河会 全称是海湾阿拉伯国家 合作委员会 成立于1981年5月 属于中东重要的政治经济组织 海河会 最高理事会 是由成员国援手组成 它是海湾联合会的 最高决策主体 也是制定其愿望和目标的 主要机构 那我们为大家在地图上 标出了海河会的区域 目前主要的成员国 包括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阿曼 巴林 塔塔尔 还有科威特 那这些国家皆位于波斯湾的沿岸 有天生的地理优势 和大部分非洲 欧洲 还有亚洲国家的时差 是不超过四个小时的 所以非常有利于企业集中 在当地进行管理和沟通 其他区域的业务 2020年中国与海河会的贸易额度 约为1800亿美元 并且取代欧盟成为海河会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也是海河会石油产品最大的出口目的地 约占相关产品出口总额的25% 中国与海河会在许多领域存在非常强的互补性 其中包括旅游电信 人工智能 智慧城市 还有可再生能源等相关行业 那近几年 阿联酋 阿曼 巴林 卡塔尔 也陆续建立了中国商品批发集3D 有助于我们中国中小型企业抱团出海 下一页 根据牛津商业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 在油价上涨和全球铝业反弹的背景下 中东地区经济也在2021年恢复增长 尤其是海河会的各国政府也在借机实施 旨在实现经济多元化的长期发展计划 那世界银行去年12月预计海河会六国 在2022年经济总增速将达到2.6% 那2021年沙特的GDP达到7000多亿美元 依然是中东北非地区最大的经济体 阿联酋的国内生产总值也打破了国际经济预期 达到4101亿美元 卡塔尔和科威特的体量是相近的 那分别为1464亿美元 还有1362亿美元 阿曼达到了763亿美元 那它这个国家在2020年也是有一定的增长 那我们人口数额最少的80 在2021年的GDP为384亿美元 从外国直接投资来看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 全球的外商投资额度为8460亿美元 降至2005年的最低的点 但是呢 同年阿联酋外国直接投资增长44% 达到200亿美元 那我们分析下来主要原因是 由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 Ednok 吸引了约合168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 投资领域主要包括Ednok的中下游业务 以及其基础建设 随着外国资金的大量流入 阿联酋也计划在未来10年内 将其现有的经济规模扩大一倍 达到3万亿迪拉姆 那近年来沙特也是不断提出创新的理念 并且推出很多大型的项目 还有自贸区 2020年 他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度也是非常可观的 达到55亿美金 截止到去年年底 海河会国家总人口数额超过5900万人 其中沙特占据大半数 这其中除了不断增长的本国人口之外 整个区域有将近3000万的外籍人口 那其中阿联酋和卡塔尔外籍人口 占总人口数的比例相当高 达到90%左右 所以外籍劳工活跃在海河会国家的各个领域 包括服务业啊 建筑业啊 零售业啊 贸易啊 等等 为缓解海河会国家劳动力短缺 各国大规模开发 还有现代化进程 都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下一页 根据2021年美式生活质量调查 阿联酋的迪拜 卡塔尔的多花 以及沙特的利亚德 都被当选为世界最宜居的城市 另外阿联酋和巴林 也在2020年全球经商便利排名中 分别位于第16名和第43名 下一页 谢谢 Global Finance也总结了 2021年全球最安全国家排名 安全分数由战争和和平 个人安全 自然灾难风险和新冠疫情 相关数据加权得出的 那海河会六国接触于前25名 其中阿联酋和卡塔尔位居第二和第三 在我们现在疫情肆虐的时代 高排名归功于海河会 强大的卫生部门 还有疫苗接种运动 截止于今年的4月13日 阿联酋接近97.5% 复合条件的居民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 并且成功举办了第43届世博会 安全接待了超过2400万人资的参观 目前为止卡塔尔也有近90.3%的复合条件人口 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 并且正在紧锁锁密鼓的筹备我们第二十二级世界杯 那之前提到的阿联酋和卡塔尔 外国人口数月占本国人口的90% 那在这么高的外国人口比例情况下可以保持如此高的安全指数 也体现了政府在各项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备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为降低对外籍劳工的严重依赖 海和会国家纷纷进行了劳动本土化改革 力图在一定程度上以本国的劳动力替代外籍的劳工 那这一政策持续至今是海和会国家经济多元化改革的关键 那近年来几乎所有的海和会国家公布的发展愿景 都涉及到劳动力本土化改革的相关的内容 那为了最大限度的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 还有多样化 以及促进企业本土化 发展本地人才 还有新技术 那2015年沙特阿美首先推出了IKTVA计划 并且顺利地实施 为了大家更好地理解 我们这里统称此类的计划为国内价值评估计划 在此之后 2019年开始 阿联酋卡塔尔阿曼也陆续推出了其各自的国内价值评估计划 国内价值评估计划指的是部分政府部门 办政府部门和国企招标过程中 将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评估分数 作为其招标的重要评估依据 那一般情况下 如果企业的分数越高 那它中标的几率越大 通过加入价值评估计划 各个企业都得到了它潜在的增长的一个机会 并且有利于它可以赢得政府的各项的投标项目 企业通过实现本土制造 可以有机会获得国家公布的各项补贴 那我们现在再了解一下关于海河会企业落地政策 我们把阿联酋统分为两块区域 分别是内陆和自贸区 那阿联酋目前设立了近四十几个自由区 每个自由区都拥有自己的管委会和特色产业 注册在自由区的企业可以百分之百持股 并且可以把货物进口到保税区 不需要缴纳任何的关税 那阿联酋内陆是由经济部管辖的 允许大部分行业的外资企业百分之百持股 但是企业无论在内陆还是自由区注册公司 目前在阿联酋都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 也就意味着企业完全可以将自己的利润百分之百自由的汇出 那由于这么好的一个营商环境 阿联酋目前也有近6000家中资企业注册在内 并且在当地经营自己的业务 下一页 企业可以在沙特设立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公司 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目前沙特允许外资以合资或者赌资的方式 在沙特设立公司 工厂或者是开设办事处 沙特对外国公司实施平等的保护 外国公司与本国公司一样都受公司法的约束 那一般情况下 外资企业是可以百分之百持股的 那沙特对于不同行业的注册资本金有一定的要求 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金为50万沙特里亚尔 外商在沙特政府规划的六座经济城 全国三十多座已建成的和再建的工业城 以及朱拜勒岩部两个工业区投资 可以享受到沙特政府提供的地区性投资优惠待遇 比如说能源供应优惠 减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 免除原材料 还有机器的进口关税等 那沙特目前呢 也有两处我们国家 我们政府投资的产业园区 为中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协助 企业可以在阿曼注册有限责任公司 合伙公司 股份公司 合资公司 还有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阿曼目前有三个自由区 分别为马斯卡特知识园区 萨拉拉自由区 杜库姆自由区 那杜库姆自由区 也有我们国家宁夏政府 在当地投资的自由区 区内的企业享受注册后 一定期间内完全免税的政策 那其次呢 我们也为大家归总了 科威特、巴林、卡塔尔 可设立的企业类型 那因为时间非常有限 我们就不一一讲解了 会后呢 我们又会把PPT给大家 如果有疑问 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现在一起来了解一下 海河会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相关政策 自1950年沙特开始征收所得税 请注意这是所得税 它其实在沙特是包含了企业 还有个人所缴纳的税付 那沙特、扎卡特、税务和凯关总局 作为沙特税务主管部门 直接向财务部长报告 沙特国内不区分企业所得税 和个人所得税 像刚才讲的 那目前呢 它是将企业利润 个人所得股息 还有资本利得等收入 作为一般性所得统一进行课税 对居民纳税人中 非沙特居民所持股 所持的股份对应的收入征收所得税 对沙特公民所持股份对应的收入征收 扎卡特税 那其中海和汇国家的公民 都可视为沙特公民 也就是说我们非沙特公民 包括我们中国公民 在沙特所持的股份对应收入 我们是要征收这个所得税的 那如果沙特目前的标准税率是20% 但是对于天然气开采行业 税率为30% 石油还有碳氢化合物生产企业 税率为85% 对于沙特股东按照扎卡特 税计征收25%的扎卡特税 任何一个沙特居民企业 或非居民企业在沙特的长设机构 在对外支付来自沙特境内的款项时 都需要支付一定数额的预体税 税额从5%到20%不等 对于出售居民企业股份 征收20%的资本利得税 在满足特定条件下 对于税务亏损可以无限期的向后年度进行截转 那我们再来看卡塔尔 卡塔尔呢 它是1993年开始征收企业所得税的 政府向在卡塔尔注册和经营的外国企业 还有法人征收企业所得税 标准税率为10% 对于天然企业行业 适用于不低于35%的税率 目前卡塔尔有一处免税区域 为卡塔尔科技园 那在这个园区内注册的企业 是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的 另外卡塔尔公民 以及居住在卡塔尔的 还和会成员国公民的收入 在卡塔尔是免税的 值得注意的是 企业除了在卡塔尔境内活动 产生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之外 境内银行取得的 来自境外的贷款利息和收益 还有境内中介代理商 取得的来自境外的佣金收入 也都属于纳税范畴 专利和技术费的预提税的税率 适用于5% 利息佣金出厂费 适用于7% 目前在卡塔尔金融中心 是不征收预提税的 那阿曼呢 是2010年开始征收企业所得税 目前向全球所得纳税 但企业已经缴纳的 特定的境外税款 是可以享受税收的抵免政策 标准税率为15% 适用于阿曼的居民企业 以及外国企业在阿曼的长寿机构 那对于特定条件的小规模纳税人 阿曼政府给予他的标准税率为3% 也是比较低的 那阿曼的预提税税率为10% 主要向非阿曼居民企业支付的利息和股息 以及向非居民支付的付费进行征收 1995年企业 科威特开始征收企业所得税 目前在海河会国家注册 并且有科威特或者是海河会国家 国民完全拥有的尸体 是无需缴纳所得税的 那同样外商独资的企业 以及外商合资的企业 是企业所得税的唯一的征收对象 税率为15% 在科威特出售资产的资本利得 也要按照15%的税率进行缴纳所得税 一般而言 向非居民企业支付的股息 无需征收预提税 金金管理人 投资托管人 还有公司实体支付的股息 需要缴纳15%的预提税 阿联酋目前是没有企业所得税的 但是呢 他计划明年6月份起征企业所得税 标准税率为9% 那这个税率也不是很高 2021年下半年 因为金河组织OECD推出的B1PS计划 也就是税机侵蚀利润转移计划的2.0版本 它的第二支柱是要求企业合并财务报表年 收入达到或超过7.5亿欧元的跨国公司 适用于全球最低税率15% 那由于阿联酋也是加入了B1PS项目 所以说针对此类的大型跨国企业 在当地的税率是适用于15%的 那由于阿联酋企业所得税的税法并没有出台 所以很多细节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在相关税法出台之后 我们会再为大家整理并且解读 在海河会成员国里 巴林是目前还没有推出企业所得税的国家 那目前只针对境内直接从事原油和天然气勘探 生产的企业征收46%的企业所得税 那巴林也是还没有公布或者出台任何的所得税税法 所以目前当地对于企业的所得税这一块的优惠 还是显而易见的 那到目前为止除了沙特之外 阿联酋 阿曼 卡塔尔 巴林 科威特 都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那我们大家也是处于赚多少拿多少的一个状态 下一页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海河会成员国的增值税还有关税 2021年海河会成员国签署了增值税 以及消费税的框架协定 那之后为我们之后所有海河会成员国内部实施增值税 还有消费税奠定了基础 沙特还有阿联酋是最先于2018年1月1号起征增值税的 阿联酋的标准税率是5% 并且对部分产品征收0%的增值税甚至免税 在阿联酋的企业如果在其过去一年或者未来30天 它的应税营业额超过37.5万迪拉姆的话 它才需要注册税号进行缴税 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要缴纳增值税的 沙特于2018年1月1日起征收增值税之后呢 它最初的税率是5% 但是后期由于新冠的影响 为了支撑受到低油价打击的 还有这个新冠疫情打击的这个国家政策呢 从2020年7月1日起 沙特将增值税的标准税率从5%提高到了15% 所以对于沙特企业来说 它在2020年之后的这个税负有所增加 它的这个合规成本也有所增加 那另外呢 在沙特如果企业的年印税销售额超过37.5万 沙特里尔的话 才需要申请税号进行缴纳 在沙特阿联酋征收增值税的一年之后 巴林与2019年1月1号开增增值税 起初它的这个标准序率也是5% 对于居民纳税人 如果年印税销售额在超过37.5万 巴林里尔的话需要登记税号 但是呢 由于经济的影响 巴林政府也是于今年的1月1日起 上调了税率的额度 上调到了10% 阿曼在2021年4月16日开始征收增值税 标准税率为5% 要求企业年印税盈额超过38.5万 阿曼里尔的企业需要获取税号 并且缴纳增值税 那目前呢 科威特和卡塔尔还在观望过程中 并没有开始征收增值税 下一页 自2003年1月1日起 海河会成员国形成了统一的关税联盟 施行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家统一关税法 所有海河会关税同盟成员对于成员国间的货物贸易往来 是不征收关税的 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它把货物从沙特运到阿联酋是不需要缴纳关税的 来自海河会区域以外的进口的货物需要缴纳关税 货物出口是不缴纳任何关税 那目前沙特一般的关税税率为0%到15% 继税的依据是它的倒案价 为了保护沙特的部分产业 某些特殊商品征收20%甚至以上的关税 阿联酋 卡塔尔 阿曼 巴林和科威特 针对普通关税的税率皆为5% 刚刚我们有讲到海河会成员国在17年签署了增值税 还有消费税的框架协议 所以也简单为大家讲一下消费税 具体在当地的征收情况 那在2017年同年的这个6月11日 沙特开始征收消费税了 那这个消费税呢在沙特本国是叫Syntax 那我们翻译过来也是叫罪孽税 它是对于人类健康有危害的一个产品 进行征收这个消费税的 那主要包括含糖心饮料和烟草类的这个产品 那含糖心饮料适用税率是50% 烟草类适用100% 阿联酋也追随沙特在10月1号起升消费税 那主要是聚焦在电子烟 烟草类和能量性饮料相关的产品是加增100%消费税 含糖类碳酸类饮料加增50%的选择性消费税 80于17年开始征收特种商品消费税 包括烟草能量性饮料税率100% 碳酸性饮料税率为50% 阿曼是19年开始征收的 主要是包括能量饮料猪肉烟草酒类税率为100% 那目前卡塔尔和科威特是没有消费税的 下一页 以上是关于中东甚至海河会国家财税的分享 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 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 可以找我们相关的团队的成员进行联络 或者是扫明二维码与我们进行进一步沟通交流 谢谢 谢谢可欣 非常感谢孙老师的精彩分享 我们这边接下来进入第二部分 是由Oracle NetSuit资深顾问王苗老师 为大家做液彩一体化的财税合规解析 有请王老师share一下屏幕 我先介绍一下王苗老师 王苗老师拥有超过20年的企业信息化经验 拥有TLGAF认证 盛长企业业务构架规划及构架治理 在企业出海及全球化业务扩张领域 具有非常丰富的行业经验 那么有请王苗老师 那个很高兴今天有机会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 那个前面主持人对我做了一个基本的介绍 我这里再补充一下 其实呢我应该算是咱们中国这个做跨境经营的这个先驱者了 应该算是 上个世纪末的时候 就是九几年的时候 我就和一些朋友啊 主要是浙江义务的朋友 还有温州的朋友 当时一起去做在中东做生意了 做做经营 然后刚才那个孙经理说的那个像什么 阿波扎比啊 迪拜啊 沙迦啊 包括周边的卡塔尔啊 搜地啊 伊朗啊 这种都去过 呃就这些中东国家的营商环境啊 就当时来说对中国人简直就是天堂一样 呃首先那个地方呢 呃确实是一个像一个大的码头一样 就不但是当地的中东国家 一些阿拉伯国家人去的买东西 像一些呃呃就一些东欧的一些人 包括像北非像尼日利亚像埃及的人也很多人去的买东西 而且呢那个地方吧 就是我们推荡市场当时是一片空白式的当时市场啊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呢 我们从那个浙江的义乌进了那个小塑料珠子 在浙江义乌买的时候论金称的珠子 在迪拜卖的时候呢 大概是两个地拉姆到三个地拉姆一颗 就大概和人民币是一美元一颗 比如说你想做成一个手串啊 你就挑你自己愿意挑挑什么样的 一美元就是两个地拉姆到三个地拉姆一颗 你挑好了之后给你串成串 而且呢没人嫌贵 当地特别有钱当地 而且呢咱们中国人是非常能吃苦的 当时我记得我们那个门口有一条马路 他们修条马路啊 呃大概有两百米左右啊 然后那条马路呢就修了大半年就没修完 而且就那时候就是旁边义乌就跟我说 就是这条路啊如果放在他们村里修的话啊 大概两成就修完了 当地的就是很多就是那个巴基坦或者阿富汗去的人呢 就是工作效率非常低就跟我们中国人的工作效率没法比 就是这么多的有利条件啊 但是呢很多的中国企业当时的中国企业在那没立住脚 少部分就大部分都是就是就就都回来了 少部分是立住脚了但没长大 只有一小部分的企业在那立住脚了长大了 后来我们也和我的朋友们聊了一个事 为什么会这种情况呢 我们这么多优势 我们的产品性价比这么高 我们就这么勤劳 其实大家就觉得就是很多时候还是我们的意识没跟上啊 这里面就包括前面说的就是你的合规的意识 包括你的如何构建你企业精神管理的体系 很多企业就是一长大就马上就就over了 就是我们就是做的一些很多的商贸的一些企业 就是开始做的时候挺好 但企业一长大之后稍微上点规模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谈论的问题就是我们回过头来看 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2.0环境下的这种增长 就跨境增长 从以前的那种高速的增长 现在要变成要那种可持续的增长 我们如何满足境外的这种财水合规的要求 如何满足构建这种全局化的管理体系的要求 如何通过这种数字化的工具和手段来支撑我们这种 企业的出海的战略 从目前来看的话 就是一般的企业现在看起来出海的话 一般的两种模式比较多 一种电商的模式 就是我在那边不设任何的分支机构 就是通过电商来做 这个也有亚马逊在那个阿联酋有中东站 另外一种就是本地化布局的模式 前几年看上的这种纯电商的模式 好像相对的多一些 但随着这种国外市场的这种政策的不断的完善 监管的严格 以及电商平台本身的这种竞争的这种激烈 目前来看的话 这几年好像是这种电商或者是电商 海外布局或者是这种电商加海外布局的模式 好像更流行一些 其实无论企业采取哪种模式来布局海外 或者开出海外的业务 这个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其实大部分是相同的 而且就这种风险的挑战 也是会跟随着我们的业务的成长 包括我们的布局的模式 也都会不断变化的 这就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企业的经营者 如何能够来确保企业的管理模式和组织能力 以及我们企业的业务流程 能够面对这种不确定性 来自市场的不确定性 来自于这种政策 或者是这种法规的不确定性 包括企业信息化的建设 或者是信息化的工具 能够有足够的敏捷性 能够帮助企业快速进行调整和变化 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这里面就出了很多问题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出海企业 很多情况下会在香港设立一个子公司 大陆的公司和香港子公司做交易 然后香港子公司你再去和美国公司 再去和你的优异公司交易 这种情况下你的组织会越来越复杂 你的组织机构也会变得越来越多 你的业务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包括就会涉及到很多不同的这种 财税合规的要求 这里面前面说了 就是你不同的组织架构下 你能够真正获取的利润可能差别挺大的 比如说我大陆公司直接到香港公司 再到美国公司 那从美国拿回的钱和我大陆公司 经过香港公司再到卢森堡公司 再到美国公司是不一样的 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你的组织啊 包括你的这种流程都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而且这种复杂的业务模式下呢 更重要的是会有什么情况呢 会导致公司的实际的业务流 包括你的物流和信息流和资金流 是不完全一致的 这种情况下会带来很大的挑战啊 这些挑战呢主要是以下这些方面 首先带来的是合规的挑战啊 这个是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确保 企业的持续性的经营需要保证合规 保证满足东道国的财务和税务的要求 如果要谋求海外上市的话 可能还需要满足一些在上市国的这种财务 披露的一些要求或者审计要求 其次呢我们在海外经营业务的时候 会面临到一些当地企业不会遇到的问题 我们称之为外来者壁垒 就是当地企业他们不会面对的一些风险 或者成本我们会会会面临 比如刚才说的呃他的海河会的一些居民 可能是一些收入是免税的 那我们可能就会要要求收税这种情况啊 第三个呢是我们还会面对到一些 相应的财务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求如何能够同时满足东道国 以及母国的财务管理要求 同时确保有一种一致的这种财务的统计 如果涉及到境外上市的话 母公司实际上市可能还要更复杂一些 呃第四个就是这些多样性啊 所谓多样性指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可能在那个国外的公司里面 只是一个销售公司 可能明天他就会构建本地的供应链 后天会在明天在那个本地他有生产 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满足他当地的各种各样的需求 比如从设计到生产到采购到销售 延产供销服所有领域的业务的需求 你都要满足 这是多样性的问题 再下面一个就是平衡的问题啊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平衡的问题 就是我们在海外创建分支机构来进行管理的话 一方面是要求我们能够规范海外的业务流程 另一方面呢 我们要能够满足当地的特色 或者是满足当地的业务的创新的这种模式 我们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呢 能够达成个平衡 这对我们的管理 对于我们的新进化系统来说 都是非常挑战的 第六个就是文化 就是我们如何去帮助我们的海外的分支机构 与其他的机构去融合 包括我们的不同的语言啊 习俗啊 时间啊 一些等等 最后是业务 那就是说 我们前面也说过了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 面临着这样多的挑战 我们如何确保我们的业务受控的 确保业务能有效增长 确保我们的业务能够高效的开展 嗯 根据我们以往的一些经验 以及我们在这个出海领域的一些客户的实际操作 其实我们这个中国企业 或者是一般的企业来说 出海呢 它也是分成几个不同的阶段 或者过程的 在这些不同的阶段呢 对我们的信息系统和管理呢 都是有不同的要求的 嗯 从这张图里面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一般跨境企业 这般呢 它分成几个步骤 分别是走出去 走进去 走上去 以及全球一体化 走出去 就是最简单的 我们要通过我们的优势业务 或者品牌 在海外 比如说你找一个代理商 或者你有一个电商的平台 那么企业呢 能够构建统一的数据口径 能够实现高效的这种数据的和信息的往来 然后或者是实现 和我们经销商的业务协同 然后呢 或者是实现和这种电商平台的集成 这是最简单的 那我们经过了这几年的发展之后 我们的品牌的当地行动优势之后呢 我们可能要走进去了 那这种情况下 无论是我们去收购当地的企业 亦或是我们通过自己投资的当地 设置我们的企业 那都要实现对当地企业的统一的管理 实现业务财务一体化的管理 总部能够实时的了解到分支机构业务的开展情况 了解到他的财务状况 了解他的经营成果 同时呢分支机构的这些相关信息呢 能够根据现在权限的对总部进行这种披露 我们总部能看到这些信息 那最后就是再下一步一步就是走上去了 我们可能要覆盖完整的海外业务的扩展与管理 通过灵活的这种业务的管理的平台 能够实现整个业务链路的管理 再往后呢就是全球一体化 那所谓的全球一体化呢 就不是要从母国的业务视角来审视我们的业务的开展 而是从全球视角下来看我们的整体业务 应该如何的优化和重构 如何来整合我们全球的业务链条 构建全球统一的管理中心 这个统一的管理中心呢 将成为我们跨境企业的成长引擎 去陪伴或者加速促进我们业务的成长 那前面我们说了这个中国 这个中国企业的出海的一般的一个路径啊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 NASWi可以在很多的环节 去帮助我们出海的企业 其中主要就有合规性业务的管理 全球的经营和敏捷性啊 首先提合规性啊 那我们这里面它就会有 NASWi系统里面呢 它有自建的数据中心 以及这个系统架构呢 以及相当IT的审计功能 能够确保的数据的安全 和数据的完整性 此外呢 NASWi系统业裁一体的模式呢 确保按照业务的情况 产生财务的凭证 和对外披露的相关财务信息 并同时满足我不同 会计制度准则下 或者不同当地的这种 这种财务要求 能够满足这种灵活的这种设置的要求 第三个就是NASWi系统里面 内置的一些领先的业务实践 以及一些供应链的追溯啊 或者供应链的追踪啊 一些资质啊 一些合规的要求等等 去满足一些业务监管的要求 这种是举手什么的 接下来我们看业务管理这环节 在业务管理环节呢 我们NASWi系统呢 可以实现这种端到端的 完整价值链的管理 可以覆盖出海企业的核心业务主线 建立以需求为导线 业务驱动的完整的管理体系 这个管理体系这个东西呢 等会再详细聊啊 这个事啊 包括满足出海企业的 多个分支机构之间的 相互交易和业务处理 实现公司间的自动的协同 提高我们财务的工作效率 然后呢 也可以满足这个不同口径的 核算要求 满足多维度的业务洞察 分析要求 第三个呢 就是全球化的经营啊 这个就不多说了 这里面就是NESV的 特别大的一个亮点了 就是产品架构支持 出海结构 出海企业的全球化业务部局 包括你的多会计制度准则 多税制 多语言 多避种 多种收入出认模式等等啊 最后一个呢 就是NESV系统呢 它呢 除了这个我们提供一个 很好的管理平台以外呢 它这种灵活的架构呢 也是企业非常需要的 就是它这种灵活架构呢 可以提供组织 快速的这种能力的重构 可以根据市场监管的要求 和业务的要求的 灵活的进行 那种组织的调整和变更 包括NESV系统提供的这种平台呢 可以灵活的 与其他的系统进行对接 比如说你的电商系统对接 你和什么沃尔玛呀 你和加勒福对接等等 就它NESV系统来说 都是非常轻松的啊 那再下来呢 我们就谈一下 就NESV是如何帮助企业 构建全球化整管理体系的 谈到管理呢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维度啊 有的人说管理就是 对人去协同人 去完成共同的目标啊 它在不同的文度上 有不同的维度上 有不同的认知 也很难有个统一的定义啊 这里面呢 我给管理做了一个描述性的定义 就是其实管理呢 主要就是这四个部分的内容 一是规则的设定 二是你过程的控制 第三是决策分析 第四个就是最后一个就是迭代演进 这是一个循环 这是管理的核心啊 就是核心任务 那除了这个管理核心任务呢 那我们还有各个不同领域的一个管理 包括我们财务领域啊 采购领域啊 这个生产领域等等啊 我们中国企业出海的话啊 可能初期的话 可能就是简单的一个财务 或者是一个库存销售 那未来的话可能就逐步逐步的 涉及到你本地的雇佣链啊 本地的服务啊 本地的生产的管理 这是我们这个 第二层的内容啊 第三层内容就是管理的体系啊 管理体系呢 这个词包括体系这个词啊 最近用的比较多 很多地方都在讲 其实很多人没有把这体系讲明白了 其实到底什么是体系呢 体系这个词 中文叫体系 其实面对英文的时候 它有不同的词啊 比如有construction 有system 有architecture等等啊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用 倾向用architecture这个词的啊 所以管理体系呢 其实它是针对于某一领域 在这领域里面 比如说的质量领域 你的生产领域 你的供应量领域 它会建立相应的方针和目标 以及实现这个方针和目标 这个过程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呢 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要素 那么我们呢 如何要把这些要素的有机结合起来 使得这个要素组成的这种架构呢 效率能最大化 这个呢 就是管理的体系 比如说我们谈到管理的话 我们说的有组织吧 那有组织之后 那我们是不是有相应的人员 那这些人员都有哪些角色呢 包括他的岗位职责是什么 他有什么的权限 他要看什么的报表 那这些人员都会是哪些的流程 我们如何来控制这些流程啊 这过程中我们有没有相应的过程的审计 有没有业务的审计 有没有IT的审计 那包括我们来如何评价我们的这些工作呢 那我们是不是要有相应的目标啊 那么我们有没有相应的绩效来激励我们的人员啊 那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哪些的工具和方法 去来确保这个要素 能够按照我们的当初设想的方式呢 有机的结合起来并得到正确的使用呢 这个呢就我们称为管理体系 所有的这些呢 NICEV系统呢 它是已经构建好的组件或者模块 来帮助企业的来构建我们的管理体系 其中有标准的企业呢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色 或者自己的管理的要求呢 来构建在这上面做一些个性化的设置 来构建自己的管理体系 那这个管理的体系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出海企业呢 构建我们业务增长的核心引擎的 今天呢我们主要内容是会讲到的是 财税的合规啊 这里呢我就重点强调一下 Oracle Next Rate呢 它主要有三个特性的来确保 一个财税的合规 第一是独特性啊 不同的区域呢 国家和独特的这个财务的要求呢 包括你的语言啊 会计核算报表啊 包括你的币种啊 报表格式啊 要求到NASW里面 它会有这种独特性 去满足你不同的国家的需求 另外呢就是合规性 就是你这个通过用户权的设置啊 职责分离啊 流程的控制啊 审计线索的追踪啊 等等满足你的IT 在比如说是 萨班斯法案的审计的要求 第三个就是遵从性 遵从性呢就是指 NASW系统呢 它会遵从最新的FRS的一些 会计准的要求 那比如说最近这两年新出的这个收入确认的要求啊 租赁确认的要求呢 这个NASW呢 它都会有这种相应的就迅速对这些FRS的准则呢 做出回应 做出我们新的功能也好 新的模块也好呢 去满足这些会计相应的会计要求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的这个财务对业务监管控制 业财业体 就我们学习过会计的人都知道啊 就是我们在学会计的时候 在提到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中的头一条 就是会计质量信息的可靠性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们老是讲 所谓可靠性就是指我们的会计信息 是基于过去的业务的交易 或事项生成的 其实这是最朴素的业财业体的要求 当时老是讲的课的时候 就说了未来的新型化的系统 或者是这种会计系统 一定不是靠我们的财务人员 去手工敲评证敲报表的 一定是基于前端的业务 自动生成你的这个会计的评证 那这个就是最最简单的 业财业体的要求 那Oracle-NASW也是基于这个原则 来进行设计的 所有的财务的数据 也好 财务的凭证也好 都是根据我们设置好的 业务规则和凭证 自动的产生产生的 并且自动生成各种报表 财务人员的工作重点 从这种传统的作诈 而转化成对业务的分析和监督 就更多的是做一些管理会计 而不是那种就是输凭证 去做一些简单的那种 就是做激诈 而是更多的去做 对业务进行分析 然后去监管业务的这种 的业务过程 监管业务的过程 那我们前面 这个就NASW的这个系统 这边不多说了 就是所有的业务系统 业务交易 它都会生成相应的财务的凭证也好 财务的凭证会生成你的财务的报表 而且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可以呢 呃 成成 穿透 一步一步追溯的 就是我可以从我的总账 查到的明细账 明细账查到我的 会计的这个凭证 再从我的会计凭证 去查到它原始的业务的交易的情况 可以成成追溯的 前面我们讲的管理体系啊 在管理体系里面提到的人员角色 的权限流程以及流程控制要求 就是通过NESV系统呢 我们也可以根据企业的发展的 不同阶段呢 来设置我们相应的这些管理体系 在这里边我们可以设置人员 这个人员他有什么样的角色 包括 这个角色有什么的权限 而且呢我们可以在内置工作流啊 让NESV系统自带现的OA审批的功能 可以在系统里面 在任意的业务单据或报道上增加 审批啊 自定义校准等等啊 而且系统里面呢 他有相应的这种智能的一些引擎 比如单身报预警 就是说比如说我的应收账款 超过一定什么额度的时候 自动给我发个预警 比如说我的销售订单 超过多少天没交货的话 自动给我发个预警 比如说我的库存有某些物品 他的库存的存储的时间过长 可能要提我的这个减值了 系统自动给我发个预警 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都是我们系统可以根据相应的规则 来设置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帮助我们的企业管理人员 去规避一些风险 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这是我们系统里面的这种 内置的审计线索 系统里面的所有的交易 他都会记住下来 这个交易当初是谁做的 什么时间做的 然后他的这个就职是多少 薪职多少等等 他都是在系统里面可以设置好这些 然后这是系统的一些IT审计的一些要求 就是按照美国FDA的视频 要比较人员局他会要求你的数据 要什么要求你的这个密码数据 都有什么权限能能接触到等等 他有一些要求 所有这些要求都是NASWIT符合的 这就不多说了这些 包括NASWIT都有丰富的全球 这个税务合规解决方案 就是不同的国家 NASWIT有限量的税务引擎 就满足他税务要求 有一些特殊的国家呢 我们还有些伙伴的产品 他去呢做现在税务引擎 比如说我们和全球一些著名的一些 汤森路透啊 这大家都知道 专门做一些税务合规的一些 也要求的伙伴 他们开发好的税务引擎 NASWIT直接可以用 那就可以满足你不同国家的 你直接税啊 间接税啊 消费税啊 还联邦税啊 州税啊等等 他都可以满足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做的 全球的税务合规解决方案 目前呢已经有超过160多个国家地区了 包括你的增值税啊 这些服务税啊 什么包括你的预收税啊等等 系统都有的这些 然后呢再说一下 就NASWIT系统呢 是如何帮助我们期间全球扩张的 首先那NASWIT系统呢 他要支持这种多处架构的 支持这种总部和分支机构 进行这种权限和角色的管理呢 支持多语言 多币种 多税制 多快速责 支持公司间的交易处理 支持这种按当地币种处据的相关的报告 支持这种合并 然后呢 这个是欧洲地区的一些相应的报表 不多说了 这是拉美地区的一些啊 包括中东一些的 不多说了 另外呢 就是NASWIT系统呢 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好处就是 他可以在跨境场景下 支持不同场景下的财务 不同场景下的财务的披露要求 比如说我们在中国 你要按照中国本位币 中国会计制统则 你在香港 你要有香港的会计制统则 FRS 有香港的会计科幼 有港币做本位币 在美国上市的话 你就可能在美国的会计制统则 可能是GAP 包括美国的这个美元的本位币 那NASWIT系统好处什么呢 你一次性的业务输入之后呢 系统会根据你不同的要求 在不同的账簿下 按照不同的会计准则 然后呢 生成相应的不同的分路啊 就满足企业在不同境外市场下 财务披露的要求 然后最后面再说一下就 很多企业的要上市嘛 境外上市 MASWIT系统呢 其实是一个 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上市的注吹器 就十年以来累计超过百分之七十的 在美国上市的百分之七十的 这种科技企业呢 都用了NASWIT系统 而且呢 它支持呢 多种上市的模式啊 包括这种IPO最常见的 SPAC 特殊目的公司 Direct List 这种就是自己发行股票这种模式 这个我们有个客户 Rowbox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这全球 现在游戏行业炙手可热的家公司 就是那个元宇宙啊 它是生产 做游戏开发的 它用了Direct List的公司 就Direct List这种模式上市的 那最后呢 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的一个案例啊 就是这个苏美达 苏美达呢 是我们的一个客户 它呢 是一个国企 其实是央企了 它这块啊 它是这个 国际机器的二级子公司 然后呢 它呢 就是用NASWIT系统能 要去满足它 不同的海外公司的 这种新型化的关键要求 包括它全球的财税合规的风险 然后它希望通过NASWIT系统 来帮它规避这种风险 然后呢 除此之外 它还要和一些第三方系统 做一些对接 比如说沃尔玛 加勒夫等等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案例 那这个案例的特色就是苏美达的船舶呢 他们通过NASWIT系统预制的这些系统的标准功能啊 22个工作就快速的上线了 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我们后来接着聊啊 呃 呃 在结束今天在我们演讲之前呢 我想来总结一下NASWIT的价值啊 我们今天的跨境呢 是要建立在对规则尊重的前提下 构建我们跨境的业务能力和构建我们的管理体系 通过我们的效率和效能去抢占海外的市场 这一过程中就会涉及到我们的企业的业务如何快速的增长 业务能够统一的管理 以及财税和规和信息披露 以及对海外上市的一些要求啊 那所有这些环节都是NASWIT的价值所在 这些环节呢 也是NASWIT系统能够帮助有志于出海的这些企业的地方啊 呃 最后呢 我想说一下啊 就是今天呢 我们的跨境和20年前的跨境是完全是不可同仁而语的 20年前我们更多的是凭借我们的勇气和吃苦精神 以及我们国家产品的性价比优势的 甚至是我们的产品给去弥补他们的空白啊 去抢上一些海外市场 但今天如果我们还想这么做的话 肯定是不行了 今天的出海和跨或者跨境啊 首先是考虑合规 包括在合规的基础上 我们如何构建我们的组织能力 构建我们企业的管理体系 在这一过程中呢 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挑战性的 而MBG包括核核以及OracleNASWIT 在这方面是有丰富的经验的 我们在这个环节里面是可以帮助这些 有志于跨境的企业去避免一些 不必要的试错成本去构建自己的管理体系的 这里呢 我把我自己写了一首小诗啊 送给在座的各位 出海何须探监难 胸中帷幄甲骨偏 乘风踏破千重浪 万里长云万里天 我希望各位 祝愿各位有志出海的企业家 在出海的过程中呢 能够一帆风顺 蓬城万里 今天我的演讲就到这里 然后谢谢大家 看大家什么问题 非常感谢王老师 我们看到这边问答区已经有朋友提出问题了 就请王老师帮忙解答 第一个问题 有看到NetSuite云ERP的实施 大概需要多久 用事长短与哪些因素有关系呢 是这样 NetSuite云ERP的实施呢 这个时间呢 一般是从两个月到四个月之间 一般就主要的时间是这样 用事的长短呢 主要是我们涉及到管理的领域 就是你是直管销售啊 还是生产销售采购习款呢 包括我们企业的组织结构的复杂程度 以及我们的业务的复杂程度 和这个有关系 如果大家就是 不是一般来说 不是特别复杂企业的话 不是特别复杂企业的话 跨境的企业我们实施过的 基本上在两到四个月之内 就是都能够实施完的 好的 第二个问题 如果某个国家的税制 或者财务规则发生变动 NetSuite系统是否能及时更新呢 先回答 这个是一定的 NetSuite系统里面 它不光是个系统 它背后还有很多的CPA 这种专家 它去关注各地的 不同的税的改变 比如说英国脱欧 英国脱欧之后 英国脱欧之后 它用的税啊 它一些财务东西都会变了 NetSuite系统呢 它就会自己就会在做一些 对那些脱欧的国家里面 它去做一些 就是补丁也好 或者插件也好 这些东西呢 是NetSuite的背后来做的 对于我们前端的客户来说 是基本是无感的 就是你知道是有什么这种新的筷子 都输出台 或者国家有什么税的变化 OracleNetSuite在背后都把这种 引擎都做好了 您是对于用户来讲 是完全无感切换的 了解了 多谢王老师的解答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如果大家还有别的问题 可以扫描二维码 然后和我们的运系 那关于业财一体化的财税合规内容 先告一段落了 我们接下来呢 有请到 进入到第三个议题 我的 第三个议题来自于 InterSec合合信息战略合作部 海外业务总经理张平老师 为大家做企业经营革新的 财税数字化转型合规的分享 张平老师呢 拥有20年的ICT行业从业经验 其中10年为东南亚 及中东区域海外常驻 先后就职于华为 矿式科技等知名科技公司 现就职于合合信息 负责海外业务 及中资企业的出海业务 那么我们有请张老师 好 谢谢大家 那今天我这边分享的议题是 企业经营革新中的财务数字化转型 那因为今天看到很多朋友都是来自于海外 那也很多国内在准备要出海的企业朋友 那前两节就是我们的合作伙伴这边分享的比较具体 那也讲了出海的财税政策 那也讲了我们在出海的一些财务应用管理上面的一些风险和问题 那今天我这边的方案会做的比较聚焦 那我这边主要是聚焦在企业票据指电票一体化的管理方案 那在开始之前的话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现在 就是整个这个行业的大趋势 下一页 再下一页 就是现在整个国内的话是面临财税的数字化转型 那我们现在认为整个的财税 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是先后经历了电算化应用化集成化 到目前的这个数字化和智能化 那在现在新兴的智能化里边有很多出现了很多的技术 包括元宇宙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等 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些新的技术赋能到我们财务管理上面 减少我们的人力压力和一些人工合税省票的一些漏洞和风险 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把我们的新的技术和财务的规则和应用业务做结合的 那我们下一页 那在财务我们财务同事现在面临的这些票据上面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和痛点 那首先就是不同的国家都先后出现了出台了这个指电票一体化的政策 要求逐步从指制这个票据转型到电子票据 那特别是像越南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国家已经都出台了这个形容的政策 那在这个财税转型中的话 我们会面临到大量的历史票据去电子化 那特别是这些票据本身对企业来说也是一部分的数据资产 那怎么样更好的管理这些指票去避免去更有效的管理我们日常这个企业经营中的一些风险 那这个是我们去需要去吸收更好的基础和新兴的人工智能的方案去能够提升我们现在的这个票据管理的要求 那另外的话我们在就是票据合规的过程中 那也很也遇到了很多这种图片文档或者是PDF等的这些附件 我们需要手工去核查每一个票据 那到年终的时候又会面临到税务集合 那还要去手工的去追溯过往的一些交易记录里面涉及到的票据 以面临这些税务审计和合规的稽查 那这些都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处理 手工的处理那浪费了很多财务同事这每天的工作的时间 那再有的话我们在这些票据的审核当中的话 都是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一单应付账款里面会涉及到多种票据 那在海外常住的财务同事的话 还会面临到多余种的票据 那每个海外公司海外的供应商他所提供的一些票据都是不同的版式 可能每一家公司都属于一个版式 那这个是我们去财务同事需要一单一单 手工去核对每个PO每个合同和发票 这些上面的这些所有的数据信息 那这样的话对财务同事本身就是有极大的一个工作压力 那最后的话第四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公司里面采用的系统会非常繁杂丰富 除了有销售的CRM 有这个对接国税金就国税的这些系统 还有我们自己平常用的这些OA系统 那这样不同繁杂的厂家所提供的一些多系统的话 我们是需要把不同的票据在不同的系统之间去传递 去手工的去处理 那这样的话也对财务每天的工作是造成了这种大量的简单重复的劳动 所以基于现在这些几个痛点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新的技术可以在哪些方面能够帮助我们同事 能够减要的节省这些重复的劳动和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那下一页 下一页 刚才介绍了我们现在整个的行业趋势和我们现在在票据处理 特别是供应商票据处理和员工报销票据上面的这些问题 那回到我们现在这个公司这块 那公司的话 合合信息的话是2006年成立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 那我们在15年的时候先后发布了明天全能网和扫描全能网两款APP 那相信很多企业朋友们自己手机上都是有这样的APP下载 这个在这两款APP在全球设备上装就是下载量超过7亿 就是这个奇心宝就是我们跟我们对标的企业是像天眼查起查查 等等这样的这个平台 大数据平台的话可以查到任何在中国大陆境内注册的企业的所有信息 包括雨情信息 工商 伐木的信息和环保处罚的信息 司法信息等等 那这个奇心宝这个方案的话 我们已经应用到很多的知名的企业 包括小米 菲利浦医疗等等 这个我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单独组织一次会议 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另外一条大数据的平台的方案 那今天的话 我们还是聚焦在飘据方面的方案介绍 好 下一个 那在合合信息在海外的话 也积累了很长时间的这个业务和案例 那我们在第三方的一些知名的平台上面 也都取得了很好的评价 那在G2这边我们也是多年的这个排名第一 这个是由就是类似于国内的B商业版的点评网 会由这些下载的客户去做他付费的 去购买的一些应用的点评 那我们是一直是排名第一 下一页 下一页谢谢 在刚才看到了这个在我们在生态合作伙伴这边的话 我们目前跟很多知名的ERP企业都有合作 那在ERP票据这块的话 我们是跟Nestway是建立了战略合作 那我们的票据识别的方案是可以完整对接到 ERP Nestway的软件平台上面 下一页 下一页 那在我们整个这个票据平台上面的话 可以看到中间这个黄色的模块 就是我们票据处理的大平台系统 那整个这个票据平台是可以从接收到发票的验证 集合和数据的提取 包括以及票据上面的合规检查等等 那整个全流程的自动化处理 不需要任何的人工干预 那在左边这两项的话 是我们接收票据的两种方法 那第一种是供商可以把他的应付的票据 包括PO包括合同和发票等等 以邮件的形式发送到公有邮箱地址 那我们通过这个公有邮件的地址去拆分 接收这个邮件 那针对里边的不同的票据类型 做分文别类的信息提取和数据转换 那另外的话 我们传统上也有很多的票据和合同需要快递 到我们公众商 到我们企业的财务部门做手工的付费处理 那在这块的话 我们也可以接收对接这个快递公司 那可以实时的查询到快递的状态 那去批量扫描这些票据的信息 到录入到我们的系统里边 那在所有的这个合规检查三单匹配之后 那如果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对接到Oracle这边 下一页 在公共邮箱接收这块的话 我们是可以能够通过邮箱接收后 自动创建票据处理的业务 那在这个业务流程里边的话 会涉及到不同的部门 那包括财务 采购业务等等 那不同的部门里边 会有不同的手工操纵权限 那可以同时处理这个业务流程的要求 帮助财务部门去跨部门的推动 那在票据甄别上面的话 我们也对接了国内的国税接口 那也可以实时的进行票据的验证 票据的分别类的去提取里边关键的信息 比如说供应商的编码等等 还有一些合规性检查 那有些票据会比较 召集付款的 那可以由这个供应商 在发送这个公共邮箱的标题栏里边 去添加加集字样 那通过这个两个字的话 我们可以自动识别 那处理优先处理这个票据的付款要求 那在有些供应商的时候 还会有一些重复人为的手工错误 那这些重复邮件或者是发错的邮件 我们可以自动识别这些重复的动作 减少这个手工处理的业务压力 下一页 那在票据录入这块的话 我们传统上1500张的票据 需要手工去核对去 去做检查 大概要至少50个小时 每个一个人要操作这样的长的时间 去完成这样简单的一个重复劳动 那我们这个平台的话 是可以从50个小时减少到3.5个小时 那在3.5个小时里边 可以能够识别我们国内的IP票 也可以识别这个扫描件的PDF 或者图片的票据类型 那整个这个票据的处理核验和三单匹配 这个全流程 我们是实现了无人化操作 不需要人工去核查和集合 那在有些这种票据种类的话 比如说像一些海外的票据 不同的这个语言和种类 和不固定版吃这种票据的话 我们也都可以实现自动的处理和提取客户 想要的关键信息 那像国内发票里边会会出现有一些红中发票 或者是代开发票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也可以能够提取 里边票据实际开票人的一些信息 和纳税人识别号 那去从而还原成 还原出来完整一张票据上面的所需要的内容 那在集合这块的话 我们可以自定义设计了大概有16项的集合内容 那在票据上面的话 我们可以实现印章或者错别字 或者是一些开票日期和实际年份的 这些自定义的合规要求 合规检查 那当然像企业也有一些自己 自定义的企业的一些合规要求 比如说一些烟酒类目的采购 那一些大额票据数字金额 重复出现在不同的票据上面 那像这种 这种企业自己自定义的要求 我们也是支持的 那这样的话也帮助财务部门的同事 极大节省了企业内部和供应商之间的 交流的这些时间和效率 那也能够帮助企业极大提升了 这些合规的检查 那这里边其实可以举一个 我们之前在德国的一个宝马配件 领部制造商维巴斯托的一个案例 那这个公司是德国的一家宝马天窗的 生产厂家 也是汽车零配件行业投资的企业 那我们之前在他企业这边做POC的时候 做方案验证的时候 那客户拿了大概200张已经入账的票据 让我们去做合规棄查 那在棄查之后的话 我们大概发现了其中有9张票据 是已经入账的票据是有集合的问题 那包括了一些字就是字段的错别字 还有一些就是印章的不符合要求等等 像比如说中国的国字 那里边去掉一个点也是念国 那这样这种很难发现的这种差别的话 是通过人工是很难去处理 去做手工的去核查 很容易被忽略掉 但是在机器这边的话 我们是可以做到字符级的这个核查 那可以区别拳脚跟半脚的这个字符级的差别 所以我们是能够帮助企业极大的减轻 这部分的集合的风险 避免财税罚款的一些风险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因为我们很多企业在海外的话 也面临到不同的供应商 那有的时候的话我们可能几个财务同事会对应几千家的财务 平台里面的话可以实时的查询自己的付款状态 那财务同事的话 也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及时的处理这个票据的 供应商提供过来的这些票据的 审核的情况 那实时的在平台里面反馈审核的结果给到供应商 这样的话 就是供应商跟财务同事之间 完全在平台 通过平台实现了随时的及时的交流 那供应商的话也不会担心自己的票据 在快递过程中出现了任何的这种仪式的风险 或者是我们在财务反馈的时候的话 有任何的不能及时的信息反馈 会给供应商这些应付的要求 这样这个平台的话 我们是能够极大的提升了 供商跟财务之间的交通的 沟通交流的效率 下一页 那在审核票据审核和集合上面的话 我们都是有完整的方案 那前两个这个步骤都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会到三单的匹配 那涉及到这些不同供应商 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几千家 批量的这个三单的匹配的需求 那我们这个平台是可以 一键批量扫描和一键批量去上传 做这种三单的匹配 或者四单的匹配 那把所有的这些匹配的结果 我们会一键上传到 Oracle的NineSuite的系统里边 那这样的话也避免了 财务自己去手工的三单 去四或者四单的人工核验 那极大的节省了 就是整个这个副本的效率 下雨 那在过程 就是在整个漂具处理过程中 也有很多的企业有自己的流程 也有自己的自定业意义的一些 部门转换的规则 那在这块的话 我们也对接了 就是不同的生态合作伙伴 包括一些的RPA的公司等等 那在这块的话 我们也有生态合作伙伴 可以帮我们去把整个的全流程 或者说我们这个流程里边 需要定制的部分去补足 那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完整的 端到端的方案 下一页 那在整个漂具流程的话 我们是模块化处理 既可以部署到像阿里云 华为云 或者Nestway Oracle的 海外云站点上面 那也可以按照这个自由化部署 那整个产品的话 是模块化的部署方式 那包括硬件集成 像我们说 像扫描仪的厂家 Action跟佳能等等 都有战略合作 那它的这个扫描仪 是可以能够线下扫描和输出 我们识别之后的漂具内容 那在境外票和国内票等等 我们也可以根据企业的需求 按需采购 那右边的话是 我们一个企业客户 在上线我们这个漂具平台之后的效率对比 那这个是企业内部自己做的一个表格 那可以看到 我们通过传统手工的方式 和我们Texport这个漂具处理平台上面的 这个效率对比 提升了大概69倍 这个也可以能够反映到我们财务处理应付账款 或者是员工漂具报销的这个处理的效率 那下一页 刚才提到了 我们跟就是除了软件 有一些这种RPA的公司 我们做了对接和合作之外 那在硬件上面的话 我们也和佳能和F生有战略合作 那像我们国内的票里边很多都是比较薄 那很难通过扫描仪去批量处理 那我们通过跟F生跟佳能去做了SDK的优化 那它的扫描仪针对国内的一些超薄的漂具纸张 那可以不会卡纸 不会连刺 那这样的话能够帮助 我们在处理漂具扫描的时候 可以批量扫描 不同的漂具种类 或漂具的类型 那我们的方案的话 可以根据扫描出来的结果 做分门别类的自动识别和提取 下页 那第二个优势的话 合合是一家人工智能企业 那我们有自己的算法训练平台 那有自己的自学习的能力 那当就是 客户在上线新的漂具种类的时候的话 我们是可以支持 客户去自定义的去 做训练和识别 那在这个漂具 不同语言和版式的漂具训练和识别的时候的话 那我们的平台是能够 越用越好 那在这个平台上面 那我们每识别超过100张之后的话 它的识别准确率会至少 提高85%到90的以上的这个准确率 下一页 那因为今天很多都是海外的同事 那也面临到很多 就是每天会处理大量的这种多一种的漂具 那在这种多一种的漂具处理上面会有很多的问题 当然第一个就是这个语言跟版式 因为像这个语言上面 就是涉及到不同国家就处理起来非常头痛 那我们目前也有56种语言的处理能力 那也支持海外做一种的漂具 下一页 那在漂具这块的话 那整个自动化处理是个行业大趋势 那很多现在国内比较头部的企业都已经先后向这个方向去迁移 那刚才提到的Vivastor就是我们比较标识性的一个客户 那当他需要的问题就是每天需要手工去处理大量的这个漂具 做合规的检查 那我们的平台是可以帮助他通过这些供应商发票的 关键的信息做提取和匹配 那包括他的备注栏的一些手写的题 我们也都能够帮助他实施的提取和提 就是从他的这个漂具处理时间能够提升他的效率 下一页 再有的话就是像克力士这个案例 他也是一个汽车零部件制造商 那他主要是面临多余种的漂具需求 那这个能力在国内还是比较广泛 那特别是考虑到很多外资企业 在国内是区域财务中心 那也很多中国企业出海面临很多的当地的供应商 和当地的一些业务发票单据 那这种准确率 这种做一种漂流率的准确率 我们目前是可以支持识别到85%以上 那这块的话我们也能够完整的和 和Oracle的NetSuite做对接下一页 最后一个案例的话 我就是想再提一下 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大的一个客户 是通用电器 那他的中国这边是整个亚太区域的财务共享中心 那他每天 就是他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是 叫扫描中心 大概有20个人的之前是大概20个人的财务中心 扫描中心的人员专门负责这些 大概2000多家的供应商的票据的审核和核规检查 那因为他这个是亚太中心 所以面临到很多的亚太区的财务 亚太区的供应商 包括泰国 菲律宾 越南等等这些供应商的多一种的票据识别 那对于他的人员需要每天去 去做这些简单的重复劳动 去做一些核位检查和票据的应付的这个扫描入入的工作 那我们这个平台的话是帮助他从15个人的扫描中心的人员 捡到了三个人 那这三个人只需要做这个票据平台的一些付款处理和 基本简单的这些抽查工作 那一方面帮助他降低了这个人力成本 提高了这个财务合规的税务风险 那另外的话也能够帮助他能够充分的应对这些多一种的票据需求 好 那下一页 那最后的话 我想再感谢一下今天所有参会的朋友 那因为我知道现在整个疫情对业务冲击还是蛮大的 那特别是像上海 那目前我们都是居家办公 那包括我们很多的客户和供应商的票据 我们都没有办法处理 那因为很多的同事包括财务部门的同事都是居家 没有办法到办公室去做这个盖章或者付款的处理 那相信这个纸件票一体化的管理和 人工智能在财务部门的应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适应 现在这个疫情更好的应对现在的业务的新常态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加我的微信 然后我们继续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和业务的情况 然后我看到也有一些同事有些问题 然后我也简单回答一下 那第一个问题是目前海外票据支持的语言 目前我们是支持了海外56个国家的不同的语言 包括主要的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等等 那所有在海外这边的话 我们也有比较丰富的英文案例 那第二个问题我看到是 赫赫信息票据识别方案已经和Oracle Nextway对接了吗 已经这个是已经对接了 然后我们目前已经上线到Oracle的韩国语言上面 那如果海外朋友有这样的需求的话 我们可以部署到海外这边能够及时到服务海外的客户 那业务上面的话 我们已经实现了无缝对接 那后续无论是Suite的现有客户或新客户 都可以充分的和我们的票据方案做对接 那我现在这边的分享就已经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如果后续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找我的微信联系我 谢谢 好的 谢谢张老师 谢谢张老师的精彩分享 以上就是我们此次会议的全部内容了 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或者更多的疑问 欢迎私下联系我们 然后希望此次活动助力您的出海商贸之旅 通过装备企业财税核心 不断提升中国企业出海的竞争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中国企业出海大讲堂第一期活动到此结束 衷心的祝愿各位 身体健康 事业长虹 谢谢大家 再见